根據問責局的調查顯示 6年級學生在本年度的語文測試合格率達到7成4 比過去5年上升了10個百分點 而3年級學生的合格率就是7成3 上升了9個百分點 但是,安省中小學生的數學水平就無進步 9年級生當中,大部分人的應用數學水平不達標準 對此,問責局表示應該著重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安省自由黨政府就說 省內3年級和6年級學生的閱讀能力、寫作和數學成績 在整體上比2003年提高了15個百分點